有报道说夺回钓鱼岛很可能成为中共洗礼体制的三大新政策之一 据报道新上台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后将有大动作 三月份下旬可能对日本发动攻势夺回钓鱼岛 但有分析指出中共是在造舆论 实际只是为了维持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中日双方会不会为了钓鱼岛而不顾一切的打一场战争呢 多数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请看报道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将在3月15号正式上台 日本最新一期的周刊现代杂志专访了一名中共高官 这名人士指出中国有句礼语新冠上任三把火 洗礼政权必然会列出三大新政策 就像10年前胡锦涛温家宝体制起步后 提出对抗SARS举办六方会谈 应对伊拉克战争三大新政策一样 而夺回钓岛很可能成为习底体制的三大新政策之一 这名消息人士解读指出 习近平在2010年大力推动中台自由贸易协定 下一步很可能与台湾合作一起夺回钓岛 2月15号上午 三艘中国海监船再度进入钓鱼岛领海 中国海洋局也在同一天对外表示 海监船将继续于钓鱼岛中国领海中执勤 钓鱼岛的紧张局势会不会演变为中日战争 据了解 美国一再表示 尊重日本现在管制钓鱼岛的现状 而且钓鱼岛的安全问题 实际是在美国跟日本的安全条约范围之内 因此中共一旦对钓鱼岛有所行动 势必把美国也拉进去 实际提论家武凡认为 美国现在对中共的态度趋于强硬 因为他对日本有行动 他还要看美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现在很强硬 现在网络战在中共来讲 他是和钓鱼岛基本上连在一起了 给美国施加压力 现在美国要反击 不过有媒体分析 打击日本是中共高层 利用对外政策 转移内部矛盾 凝聚民心的一个选项 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剑认为 习近平并不是真正的 对领土那么感兴趣 他主要的考虑点在于国内的政治 一方面呢 中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 在相信他这个主义了 用民主主义来维持他的统治 来提高凝聚力 所以他搞这个争端 可是他又不敢太过 失控的话呢 其实对他的同事又不利 我的感觉他是 利用民主主义这个情绪 来支持他的政权 来对抗美国和日本 但是他的火候 一点点 他就不必让他烧起来 这种状况 在我看来 习近平认为是觉得他最有利的 都完全打仗了 他把火往上引 因为用这个情绪 来控制国内的民主主义 能为他服务 把其他的社会矛盾 转移和压下去 但是说不定矛盾总爆发都有可能 你能控制住现在 老北京的情绪吗 武凡表示 现在是网上对垒的时候 还没到真正开打的时候 但是如果继续对垒下去 总有一天会爆发 他说习近平想把俄国人也拉进来 因为习近平一上任国家主席后 外访的第一站已经选择去俄国 而李善建认为 现在除了民族主义之外 习近平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 来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李善建还提到 其实这么多年来 很多人都在议论 中共军队的腐败和战斗力等等 说如果真正军队一开战的时候 士兵枪口对着谁都不好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